以后都对方扛空了 电力供应的饼店了解情况 另外有澳门特区政府官员 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崔山表示 台风不幸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各政府部门协调相关单位尽力应对 包括权力抢修控电 供水和电讯网络等问题 当局也即时检视临时安置设施 以安顿有困难的民众 方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23号到